公元前117年 年仅24岁 在抗击匈奴的战役中屡见齐功的军事天才霍去病突然离世 给历史留下了一个千古谜团 与他同时代的司马迁在史记中 对这位著名将领的葬礼记载得非常清楚 但对他的死因却只是一笔呆过 其他的史料对霍去病的死因也是莫终一事 少有记载 那么这位英年早逝的军事天才到底是怎么死的 他的死因又昭示着当时显赫的魏霍两家怎样微妙的关系呢 系列节目权力家族 华东政法大学丁灵华教授将为您讲述西汉霍氏第二集 霍去病死得很蹊跷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上一集我们说到霍氏家族的起因 霍去病这个婢女魏绍尔的私生子 凭借皇后魏子夫亲外甥的身份 和在独立指挥的河西战役中 显露的杰措军事天才 仅仅二十岁就成为汉代历史上最耀眼的匠心与战神 并将其刚刚相认的十七岁的同父异母弟弟 乡下少年霍光带到了长安 霍光进京后 因为哥哥获去病的关系 被认为狼官 在中国这样一个重视血脉 情代的传统社会中 这是天降贵人 霍光对其哥哥的崇拜 和此后一生的感激 可想而知 元首二年的河西战役 霍去病建立其功 汉武帝为霍去病专门修建了一座豪华府邸 让他去看看 此时的霍去病豪气万丈 说了一句传为千古名言的话 匈奴不灭 无以加为 这就是武帝更为器重他的 此后两千多年的中国 凡是遭遇外来侵略 无数的人人自私 卢 岳飞 杏汽吉 林哲徐们 都会提起霍去病的这句豪言壮语 河西战役后两年 元首四年 汉朝发动扫荡匈奴的摩北战役 魏清和霍去病各率五万骑兵 深入大摩 结果霍去病斩杀与俘虏敌军七万多人 功劳远大于魏清的坚敌一万九千多人 从汉书的统计看 魏清七次出击匈奴 共坚敌五万多人 何去病六次出击匈奴 共坚敌十一万多人 战功双倍于魏清 汉武帝破例 新设置了大司马的官子 魏清和何去病都认大司马 共同掌管内政中枢 从此大司马地位在丞相之上 可以说位及人臣 大将军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是朝廷中权势最高的大臣 可惜大将军只能有一个 魏清先封了大将军 霍去病只能止步于票其将军 一人得到鸡犬升天 在霍去病晋升为大司马的同时 仅仅坐了两年郎官的霍光 被升迁为四中 正式进入中央官僚阶层 这一年霍光年仅十九岁 摩北战役后 魏氏霍氏两家 已达到权力的顶峰 尤其是霍去病 可以说到了声明远扬 万众膜拜的地步 威望超过魏清 然而这位极万千宠爱于一生的天智骄子 却在他二十四岁的时候 突然画上了生命的句号 仿佛一颗流星一般划过夜空 耀眼夺墨 但却冲冲而来冲冲而去 千百年来使无数后人为之恶腕叹息 对于霍去病的死 死记汉书都没有详细的记录 都没带过 司马迁说 霍去病元首六年而足 足就是死的意思 班固说 霍去病元首六年轰 轰也是死的意思 汉成帝时有个博士除少孙 将司马迁死后几十年的历史大事 补充进死记 其中就提到霍光给汉宣帝的一封上书 成兄票其将军去病 从军有功 病死 四世仅还侯 这是史书中唯一提到霍去病死因的地方 说他是怎么死的呢 病死 但霍光死后第二年 汉宣帝封霍去病的孙子霍云 继承冠军侯 下诏书说 票其将军去病 借匈奥有功 封为冠军侯 轰逐 指侯戴笠 病死无后 春秋之一 善善结子孙 其以议 三千户 封云为冠军侯 意思是说 票其将军获去病 讨伐匈奥有功 被封为冠军侯 死了 他的儿子霍山 继承了冠军侯 但几年后 报病而死 没有后代 冠军侯就中断了 孔子的春秋说 奖励有功的人 应该汇集他的子孙 所以封霍去病的孙子 霍云为冠军侯 十亿三千户 这封诏书 提到霍去病 又说是轰卒 又不提死因 我们看所有这些记载 霍去病是死的史料 只有除少孙 借霍光之口 说霍去病是病死 然而具体是什么病 没有记载 这段话出自霍光 上奏给皇帝的奏章 有案可查 除少孙也没必要说谎 所以基本上可信 这也就是说 官方说法是病死 然而我们后世 通过各种史料 去探究霍去病的死因 却发现蹊跷 霍去病病死一说 疑点重重 从这些史料里 我们会发现哪些疑点呢 首先 如上所说 这种说法 只建于霍光的上书 那么霍光是在 什么样的情况下 说的这番话呢 他是为自己的子孙 也就是霍去病的孙子霍三 请求皇帝封侯的上书中说的 目的是为了说明霍去病 是正常死亡 没有疑点 没有阴谋 因此他的儿子 是可以封侯的 霍光是为了证明霍三封侯的 合法性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他说的话 可信度又有多高呢 这是其一 其二 如果是病死 司马迁为什么不说霍去病是病死呢 这是最大的一个疑点 司马迁和霍去病生活在同一时代 他在史记中对霍去病死后的葬礼描述得十分强细 从宋葬队伍的来历 到他们的衣着打扮 再到墓的形状 甚至连嗜好的异议都做了解释 司马迁不厌其烦的 详述霍去病的葬礼 却单单漏掉了最关键的主因 简直是不分轻重之质 关于霍去病的死 朝廷肯定会对外界公布一个死因 否则怎么向即将出征的将士们交代呢 然而司马迁居然将此遗漏掉了 这不很奇怪吗 那么我们该如何理解司马迁这一不合常理的做法呢 一个合理的解释是 病死之说只是一个托词 在当时根本就没有人相信 司马迁也不例外 他本着对死时负责任的态度 不将虚假的死因写在他的史书上 然而他既没有能力 也没有兴趣去探究霍去病的真正死因 所以让一个空缺 那么后来的汉宣帝诏书中 为什么也不说霍去病是病死呢 因为汉宣帝也不愿说谎 对这些矛盾的记载 我们大致可以推断 当时官方口头宣告的是病死 不然无法对下面交代 但文献中记载的是轰卒 因为这是历史 至少在唐代以前 无论是史官还是帝王 对历史记载的态度都比较严肃 历史可以隐瞒 但不可以说谎 只有霍光在上书时 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写历史 也没想到几十年后 除少孙会把这封上书 补充到史记中去 正因为霍去病的死因很蹊跷 官方的病死一说 又存在着很大的疑点 所以后人纷纷猜测 出现了各种各样 不同于官方的说法 而这些说法 只指和霍去病关系 密切的汉武帝和魏清 那么这些民间的猜测 有没有触及到霍去病死亡的真相呢 系列节目《权力加紧》 华东政法大学丁灵华教授 将继续为您讲述 西汉霍氏第二集 霍去病死得很蹊跷 第一种说法 是汉武帝杀了霍去病 说霍去病死前一年 擅自杀了朝廷大臣 郎中令离杆 而且是当着汉武帝的面 汉武帝法纪言明 敢擅自杀人或者诬陷他人 哪怕是皇亲过切 也要严惩不戴 所以霍去病很可能是 汉武帝下令杀的 霍去病杀死离杆 这是不假 但如果汉武帝 真要因此而杀霍去病 为什么不明说呢 法不必权贵 这对提高汉武帝的威望 没有坏处啊 而且霍去病死时 拒杀离杆的时间 已过去一年多 当时不处分 过一年再杀 也说不通 事实上 史书记载汉武帝当时 帮霍去病极力掩饰 下令左右在场的人 一律封口 对外宣称 是被鹿角顶死的 霍去病死后 汉武帝极为伤心 下令将霍去病安葬 在自己未来的墓地茂林旁边 并为霍去病 修了一座 形式麒莲山的高大坟墓 以纪念其高炉麒莲山的战绩 牧子在今天的陕西省 姓平市南卫镇境内 目前有著名的马踏匈奴石雕 霍去病落葬那天 从长安到茂林 近百里地 整齐排列十几万兵马 隆重为霍去病送葬 如此高规格的后事安排 可见霍去病在他心中的分量 所以这一说法很难成立 第二种说法 是魏清杀了霍去病 太多的小说 电视电影 把魏清和霍去病之间的关系 描绘得亲密无间 然而事实上 当霍去病通过战功迅速戒气 名声和威望不断提高 他与魏清之间就有了政治利益上的冲突 政治是无情的 即使是父子 五帝在魏清培养起来 并迅速成长 成才后便意识到 要有个制衡的方法 权力之争中 炮大的五帝 对这方面实在是太敏感了 魏清和霍去病 虽然是舅舅和外甥的关系 但两人性格完全不同 魏清在成年前 因为师生子的缘故 饱受后母和兄弟的歧视捏带 养成了他遇事 容忍 逆来顺受的性格 当了将军后 对士兵也不错 不像霍去兵 从小生活在富贵窝里 自信 交恨 一意孤行 带兵后 只要能打胜仗 从不爱惜士兵 但 史记魏将军票旗立传 说 魏清为人 仁慈和善谦让 在汉武帝面前 温顺听话 然而无论是朝中大臣 还是天下舆论 并不称赞他 可见 汉朝是崇尚印汉的时代 在河南 河西 摩北 三大战役之后 霍去兵的军功 远超过魏清 声望日荣 尤其是摩北战役后 魏清的老部下 纷纷转头 霍去兵门下 也是魏清 产生了失落感 汉武帝设置两大司马 明显是要使两人互相牵制 一三 不能存二乎 这就是魏清 感到权力制约的威胁 但魏清要杀 或去兵 无论如何 不会不露出痕迹 而且要冒着 自己掉脑袋的威胁 按照魏清的性格 他不会做出 这么冒险的事情 何况还有亲情血缘的关系 两人的关系 并没有明显的破裂迹象 霍去兵还为了替舅舅报仇 而杀了离杆 所以魏清再怎么妒忌 也下不了这个狠手 第三种说法 认为霍去兵是自杀的 摩北战役前 非将军李广 请求随军出征 充当先锋 但是汉武帝 考虑到李广 年纪大 六十多岁 而且匈奴人 虽然威惧李广 称他为非将军 但在魏清 或去兵冒奸以后 李广几乎 就没有打过胜仗 有点晦气 汉武帝也是很迷信 所以不同意 但李广坚持请求 汉武帝不得不同意 但是私下嘱咐魏清 不要重用 因此魏清就将李广 派到最不起眼的右军 走了一条最远的路 结果李广途中迷路 遗误了战绩 魏清派人去责问他 并要上报朝廷追究责任 李广愤怒羞愧之下 挥荐自杀 李广的小儿子李感 一直痛恨魏清 逼得自己父亲自杀 一年后 终于找到机会 刺伤了魏清 魏清 没有伸张 将死事 隐瞒了下来 不久 何去病随汉武帝 到上陵院打猎 不知通过什么渠道 得知了李感 刺伤自己舅舅的事 何去病年少气盛 血气方刚 慎怒之下 杀心顿起 当着汉武帝的面 用剑射死了李感 李感当时已封为官内侯 继李广官 任郎中令 加上李广往日的威名 及自杀一事 天下人对李氏一家 抱着极为同情的态度 这么一个人物 在众末睽睽之下 被大司马 票其将军射杀 不管从哪方面说 对何去病的名声 都将带来极大损失 虽然汉武帝当时 极力帮何去病隐瞒 吩咐在场的人 不得透露李感的死因 但这么大的事 这么多的目击者 哪有不透风的墙 慢慢的 事情就传开了 知道此事的人 自然责备何去病 杀死了李广 唯一活着的儿子 太鞠躬自傲 也不满意 汉武帝的包庇 何去病事后 也追悔不已 知道自己 被魏家人利用 但事情是自己做的 一人做事 一人当 为了自己的名誉 也为了不让皇帝为难 于是选择了制裁 以谢罪的方式 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事情的结局 确实是魏清 成为最大的得益者 对魏清有威胁的离感 被除掉了 大司马何去病 自杀了 这样魏清就不仅是唯一的大将军 也是唯一的大司马了 在政治前途上 魏清已经没有竞争对手了 借刀杀人 一举两得 霍去病的死 似乎是魏清成了最大的受益者 魏清不但成了朝中唯一的大将军 也是唯一的大司马 政治前途上 再也没有什么人可以和他辟敌 难道这样的结局 会是魏清所希望看到 并一手策划的吗 霍去病死后 还有两条后续线索 更加让人觉得 他的死因和魏氏家族混 那么这又会是两条怎样的线索呢 权力家族 华东政法大学丁灵华教授 将继续为您讲述 西汉霍氏第二集 霍去病死得很蹊跷 霍去病死后 还有两条后续的线索 不由死人对魏家的嫌疑 浮想连篇 一是霍去病死后 则至魏清去世的十一年间 汉武帝再也没有重用过魏清 反而持续打击魏家 霍去病去世的当年 魏清的大儿子魏抗 被汉武帝找了个借口 剥夺了怡村侯的爵位 魏清惶恐不安 第二年 迫不得已 娶了比自己大十几岁的 汉武帝首寡的姐姐 平阳公主 靠着平阳公主的庇护 总算战战兢兢地 保住了自己的地位 但四年后 汉武帝以戳犯骤惊律为名 剥夺了魏清的赤子 魏不宜的英安侯爵位 和三子魏登的发干侯爵位 从此 魏清有这无权 惶恐度日 六年后去世 二 是霍光与魏家的关系 越来越疏远 霍去病死后 霍魏两家 几乎没有什么交往 魏家也没有在汉武帝面前 为霍光说过什么话 所以霍光的奉车都尉 光罗大夫 一干就是二十多年 没有生过子 霍光共生了七个女儿 在这二十多年中 除小女儿尚未出生 逐渐长大的六个女儿 没有一个嫁给魏家的男子 以魏或两家的亲密关系 本来应该是结成儿女 因亲亲 亲上家亲才合理 但事实却让人费解 在霍去病去世 二十多年后 发生了导致魏家 灭族的巫骨之祸中 霍光天天在汉武帝身边 也没有为曾经对他有恩的魏家 说过一句话 眼睁睁看着魏家陷入深渊 汉武帝死后 霍光担任汉昭帝的首席府政大臣 责掌王朝最高权力的十四年间 明治魏家唯一的后代 即魏子夫的曾孙 也就是后来的汉宣帝 还活在民间 却不闻不问 任其自生自灭 那么我们该如何理解 霍光的反常举动 如果不是霍卫两家 宿怨未解 这一切是无论如何也解释不通的 那么这个宿怨到底是什么 会不会跟霍去病的猝死 真相有关呢 当然 所有这些都只能是我们的猜想 霍去病的死因 还有待史学家的进一步考证 但无论真相如何 哥哥霍去病的死 对霍光无疑是个沉痛的打击 那么没有了哥哥的关照 霍光在西汉政坛 将如何步步为营 魏氏家族 接下来的命运 又将如何 请看下集 公元前117年 年仅24岁的霍去病 英年早逝 给刚刚步入仕途的霍光 以及沉重的打击 公元前91年 发生了西汉历史上 重大的污谷案 曾经和霍家休期相关的 魏氏家族惨遭灭门 这又给霍光及其家族 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下期将为您讲述 第三集 霍光崛起